中国有句俗语,叫做此不长兵,意思就是性格仁慈的人,没办法掌控好一支军队,因为军队作为一部战争机器,一直与死亡,杀戮挂钩。因此如果在战争中讲仁慈,恐怕会付出更高的代价。 孙子兵法中也说过,兵者,国之大事,死生之地,存亡之道,不可不差异。因此一个国家如果要发动战争,就要把方方面面的因素都考虑到了,因为一旦开战,很可能就不受自己控制了,最终的结局根本就无法预料。 在这次俄乌冲突中,俄罗斯方面一直不愿意把它称为战争,而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。 实际上从现在的情况看,这与实际的战争并没有太大的区别。 最起码来说,美西方国家和乌克兰并不认为这不是一场战争,但是这却束缚了俄罗斯的手脚。 在开战之处,俄罗斯并没有立即攻击乌克兰首脑机关,甚至到现在,小泽也没有受到过生命威胁。 同时乌克兰的许多重要民生设施,比如通讯、电力、供水等设施仍然在正常工作。 甚至有传言说,在首都基辅和西部地区,民众的娱乐活动都没有受到影响。 这也太魔幻了吧,世上还真的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战争。 应当说这都与普京的怜悯之心有关。 普京认为,乌克兰和俄罗斯有血缘关系,曾经是亲兄弟。 虽然说现在有外人的挑唆,兄弟之间产生了点隔阂,但是也不至于下死手。 但是普京未免太仁慈了。 事实上就好比两个曾经的好友闹纠纷,虽然一方只是拿出刀来吓唬一下对方。 但是后果却可能被对方来一个反杀,让他后悔终生。 如今乌克兰就开始真的反杀了。 最典型的标志是,乌克兰竟然会攻击核电站。 早在7月20日,位于扎波罗热州西布安赫德,处于俄罗斯控制之下的扎波罗热核电站。 突然遭到了乌克兰军队的空袭。 尽管乌克兰方面仍然不承认,但是俄军士兵已经在现场捡到了一些袭击兵器的残骸。 这些残骸是波兰制造的战友巡飞弹,该型巡飞弹是比美国弹簧刀300略好一些的巡飞弹。 据说有十几公斤中,傻伤力基本和一枚迫击炮弹相当。 虽然说核电站有安全可,海马斯火箭炮甚至原点战术导弹都不太可能摧毁它。 但是它也有自己的软肋。 比如核电站的生压设备,配电输电设备,还有核心的控制设备等等,这些设备的防御能力和普通的发电厂差不多。 一旦这些设备遭到破坏,造成的损失将是灾难性的。 当地时间11日,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,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完全停运。 核电站的6号机组已经与乌克兰电网断开连接,目前正在为其冷却以及进入冷台做准备。 不过这给人的感觉似乎一场更大的危机迫在眉睫。 一旦核电站被攻击,必然会引发一场世纪性的人道主义灾难。 而是乌克兰竟然真的开始反攻了。 之前小泽声称已经集合了上百万的军队,在乌克兰南部开始打反攻。 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见到。 就在大家嘲笑小泽之际,在乌东地区,乌克兰的反攻终于得到了证实。 从乌克兰方面发出的信息是,总统泽连斯基兴奋地表示, 乌克兰已经收复约两千平方公里领土。 随后这一数字不断被刷新,从三千余平方公里,一直到六千平方公里土地。 而国防部的解释是,俄军为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,准备用三天的时间, 将驻扎在巴拉克列亚和伊九姆的俄军重新集结,用以加强在顿涅茨克方向的力量。 不过对于俄方重新集结的说法,许多专家并不完全认同。 因为俄军撤出的几个地区,战略位置相当重要,直接威胁到了俄军的后勤补给路线。 而且这一回发起攻击的,是乌军从北约训练回过的部队,他们训练有素,武器装备也先进。 打得俄军措手不及,因此实际情况可能是,俄军被迫撤离。 这样一来对俄罗斯来说,情况可能不太妙了。 事实上这场冲突拖得越久,对俄罗斯越不利。 目前俄罗斯已经进退为谷,左右为难。 不撤退吧,长期耗下去,俄罗斯受不了。 如果退了,就前功尽弃,而且也无法向乌克兰俄语区的民众交代,更无法向国内的百姓交代。 所以大家都能猜到,俄罗斯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下重手, 彻底把乌克兰打动。 有消息说在9月12日凌晨,俄罗斯空军轰炸了位于哈尔科夫的热电站。 据说这个建于1980年的乌克兰第二大热电站,已经基本被摧毁。 而且俄军的目标并不只是这一个电站。 乌克兰方面声称,受到打击的热电站有哈尔科夫,哈尔科夫·自米耶夫斯卡亚, 聂波罗比德·罗夫斯克的巴弗洛格勒,波尔塔瓦克列缅丘格等。 这就让乌克兰陷入到一片黑暗当中,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全面停电。 这对乌克兰来说就太不利了。 由于没有电力,乌克兰的网络设备也就失去了作用, 小子再想通过网络进行演讲和宣传, 甚至只会协调乌军也不可能了。 同时也标志着,俄乌冲突已经彻底转向, 俄军准备对乌克兰进行全面打击了。 而且冬天日一临近,失去了电力的乌克兰, 其供暖系统也必将受到影响。 这对基辅政权和乌克兰的民众来说, 这个冬天可能会非常悲惨。 不过更悲惨的可能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, 他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回到从前了。 让人痛心的是,乌克兰全国所有食物所热电厂, 全是苏联政府于1950年到1980年期间建立的。 这也不奇怪,事实上乌克兰许多领土都来自前苏联, 这些土地都是前苏联用战事的鲜血换来的。 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不存在了。 如今俄罗斯军队正在摧毁自己亲手建筑的电站, 正在自己用血汗换来的土地上与昔日的兄弟拼命。 这种轻者痛、愁者快的场面可能正是拜登所盼望的。 不过普京不会给美西方国家更多的笑料。 如今一旦俄罗斯下定了决心, 乌克兰所有的基础设施都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。 事实上也只有彻底摧毁乌克兰的军事潜力, 才有可能让小子失去幻想,乖乖回到谈判桌前。 这里有几点需要聊聊。 俄罗斯面临的一些麻烦, 在战争未开始前, 作者曾说俄罗斯不宜轻动蹈兵, 如果飞动不可, 也不宜将战略目标设定过高, 要尽可能实现快打快撤。 原因就在于俄罗斯有陷入长期战争泥潭的风险。 美国有将俄罗斯拖入长期战争的需求, 乌克兰也有收复失地的愿望。 一旦西方武器与四千多万乌克兰人结合, 他们就会不断冲击俄罗斯。 哪怕俄罗斯现在宣布停战, 乌克兰依然会不断冲击乌东, 甚至克里米亚。 俄罗斯发起战争容易, 但想要结束战争, 就不是俄方一家说了算。 前两天也就是9月8日, 布林肯突访基辅, 连记者都不带。 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也只谈了三十多分钟, 这些都为布林肯的本次出行, 增加了神秘色彩, 房间猜测颇多。 在我看来这很可能是美国派布林肯去乌克兰调研, 为下一阶段俄乌战争进行筹备, 力图让俄乌战争长久化。 俄罗斯还有另一个问题, 随着它控制的地区越多, 战线就越长, 需要防守的兵力就越多。 这意味着单点防守群力将会变薄, 用于进攻的兵力也会下降。 这就给了乌克兰集中优势兵力, 攻击一点的优势。 本次哈尔克夫部分地区的俄乌一手, 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。 所以俄罗斯需全面进攻乌克兰, 俄罗斯为何在乌克兰战场没有全面进攻, 而是打得不温不火? 早前我有一个猜测, 即普京在观望东部趋势, 一旦中美在台海或南海方向干起来, 那么俄乌战场立马就会变成次要矛盾。 美国为赢得中美较量, 必然会先放手俄罗斯, 甚至还会拉拢俄罗斯, 那么俄罗斯就能对乌克兰, 对美国开出不错的架码, 实现躺赢。 如今看来, 东方暂时不会出现大的变局, 但俄罗斯却面临一些麻烦, 乌克兰的一些优势也会现现, 这就要求俄罗斯改变目前的顿刀子戈肉, 对乌克兰就要杀鸡用牛刀进行全面进攻。